2019年5月,本土Podcast平台SoundOn成立 短短一年內,全台Podcast節目數量就從百支成長到2000多支 在這其中,它扮演了什麼角色?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焦點觀點Plus,Daily Commercial,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我是宜珍 我們今天的報導來源是刊登在2020年6月17日講藥語所撰寫 並刊登在創業小具官網的文章 2019年5月,Uber北亞洲區前總經理顧立凱 在離開Uber後,再次創業 他選中了當時聲量人不高的Podcast市場 充滿商澳聲浪媒體科技 這是一間結合了後台系統、播放平台、內容創作 與廣告業務的一條龍本土Podcast企業 許多人或許早已習慣透過Apple Podcast 及Spotify等App來收聽Podcast 然而,對於本身就是Podcast重度使用者的 顧立凱而言,台灣沒有一個主流的本土Podcast平台 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但是透過商澳,顧立凱希望能進一步激發 本土Podcast創作者的能量 向潛在的廣告主宣告 Podcast是一個不可小覷的新興市場 商澳在去年5月剛成立的時候 曾對台灣Podcast市場做了簡單統計 發現當時認真經營更新的台灣Podcast節目 大約只有60到100個 但是這個數字到了目前 竟然已經突破了2000個 在商澳上架的節目則有約1000檔 暴增的Podcast創作者 也使得商澳平台流量每個月成長35%左右 全台最大影音設備代理商正成集團 也是這波Podcast熱潮下最直接的收惠者之一 這波Podcast熱潮的興起 背後有許多的因素存在 包含百靈果、古埃等冠軍節目的出現 YouTube的市場競爭激烈 使更多人轉向Podcast 同時疫情也促使大量投入Podcast的製作等 這都是具指標性的現象 在創立商澳後 顧立凱最先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邀請各個領域的意見領袖 也就是KOL以及藝人和商澳合作 創立自己的Podcast節目 從歌手維里安、演藝哥、美中網紅丹妮表姐等網路名人 都一一在商澳上開獎 不僅充實了台灣Podcast主題的多元性 同時也把自己的粉絲一併導入在這些Podcast上 而這些Podcast主持人不用擔心錄音時的硬體或技術問題 商澳籌組了Podcast製作團隊 與節目主持人一同做企劃 並提供錄音、後製等專業的服務 截至目前 商澳平台上已經有了23檔原創Podcast節目 除了優化Podcast內容 更需要親民、方便的系統 去年12月 商澳推出自由的hosting系統 讓Podcast不需要再透過國外hosting系統上傳音檔 聽到這裡一定會有人說 那什麼是hosting呢? 簡單來說 就是上傳Podcast音檔的後台系統 使用者可以在上面管理他們的Podcast節目 追蹤後台數據、做封面圖片等等的編輯 因為國外的hosting系統 除了要支付月費以外 見面還是全英文的 對於想做Podcast的人來說 是相當有難度的 而商澳推出自由的hosting系統後 除了中文介面讓操作更方便 支援台灣客服以外 更開放所有人免費使用 目前Podcast龍頭、古埃 以及百靈果的部分節目 也都是使用商澳的hosting系統 也因為整合了節目製作 hosting系統與播放平台 商澳具備足夠規模與廣告組談合作 不過顧立凱坦言 要建議廣告組對Podcast市場的認識並不容易 因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Podcast是什麼 目前願意投入廣告的人 通常是因為他們自己就是聽眾 所以我們需要更多人開始討論Podcast 讓他進到主流的討論裡面才可以 而且與一般數位廣告相比 Podcast廣告的成效是比較難追蹤的 不過Podcast廣告仍舊有一些特別的優勢 第一,他的轉況效益很高 而且聽眾通常對於主持人的信任度很高 以鼓埃為例 他在幫忙推金融產品時 就有相當好的成效 第二,Podcast廣告的完聽率比較高 相較於YouTube及Facebook的廣告很容易被用戶滑掉 很多Podcast聽眾是在開車運動時 沒有辦法拿出手機快轉的時候聽的 這樣廣告也就很容易被聽完 在台灣做本土Podcast平台 顧力凱面對的挑戰並不小 除了對內要培養出一個新的市場與商業模式 對外也得面對大型國際平台擴張 但對他而言 能夠看到台灣Podcast市場的起飛 是一件相當幸運的事 許多人說YouTube早已是一片橫海 現在正是強勁Podcast新藍海的時機 但對顧力凱而言 Podcast不只是獲利的藍海 更是創作的藍海 在這耳機裡的新浪潮中 還有很多的事物在等待創作者自己來揮灑定義 在Podcast中也看到無限的商機 我也看到顧力凱在開創Podcast這條路上的使命感 克服語言介面操作的困難 大膽嘗試將市場上具有規模的資源整合起來 讓Podcast出現爆炸性的聽眾與商機 而且他的介面還是免費使用 連我都想來嘗試一下了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業就到這邊啦 希望透過今天的分享 都能夠成為各位聽眾的幫助喔 最後 想邀請每一位 對新創 商業 科技 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點擊資訊欄連結 加入焦點觀點Plus社團 讓我們一起討論世界商業生態吧 焦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是怡貞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在下面 你有看 沒甚麼 叫做